加快手腳分裝食物 這些全是兩個多小時前 在台南買的南霸天美食 丹丹漢堡 這個是暖暖包 我們用這個保溫 然後這個是廚師的 就怕南貨北送的美食失了溫 不只保溫帶 還放了暖暖包及乾燥劑 保持高溫 只是原本40分鐘前 餐點就該到台北 但代購人員沒趕上高鐵 第一次就遲到 立即的通知我們所有的客人 我們餐點會晚大概半個小時抵達 只他不願意等 那中間的所有的服務費 我們會全退 看準美食外送商機 業者打出專人南下代購 南部限定美食 從餐廳買了之後 直奔高鐵站回台北 接著再用機車外送 前後等餐超過兩個小時 我們都在工作 其實晚個一個小時 對我們來說也還好 就是想吃台北吃不到的 有民眾甘願等 還付了近900元的代購費 上外送的餐點 好 填上風調馬上快閃送餐去 一切都得快快快 由於外食大餅一年上看5000億元 因此不少業者 想從中搶賺懶人商機 外送業者向合作餐廳抽成 最高25% 並且跟消費者收取上百元的運費 等於是兩頭賺 然而送餐時間要怎麼抓 就是難題 餐廳本身 如果是他們出餐的問題 現場客人太多的問題 交通事故 或者是迷路 然後封路等等 在路上這種狀況 其實不能避免 我們也很難預期到 時間就是金錢 美食外送競爭激烈 只是花錢訂餐 雖然不用出家門 但是得多花運費 還有時間等待 到底划不划算 恐怕每個人心裡有不同答案 藉由紅洗沾紅看不到